大家好,歡迎收看孔勤盆YouTube Channel 現在都在受疫情影響 所以很多考試機構都陸續會為考試作出調整 今天我們講講ABRSM 在8月份在英國率先推出remotely accessed music exam 這是什麼呢? 主要是一個遙距的考試 即是到時沒有真人的 以及以演奏為主 好像我們考演奏級那樣 就只彈考試曲,即是彈歌仔 他就要考四首歌仔 今次就不是考,而是三首 第四首會怎樣來呢? 我們可以在syllabus裡面選擇 現在syllabus裡面有list A,B和C有三個 每一個list我們會抽一隻 第四首可以選擇 但在ABC可以選擇一隻 或者在你自己自選也可以 去到同一個難度就可以了 譬如你平時也有練習的 你可以試一下整理好一點 到時拿它去考試也可以 這個考試就不需要考Scales Cytreet和Aural 它會用第四首去代替 那個marking scheme裡面 會有什麼不同呢? 它一樣都是150分滿分 四首歌仔每首就是30分 四首歌仔總數就是120分 另外那三首歌仔就像演奏級一樣 我們會有一個整體的評分 就是Performance as a whole 去比分 看看你的選曲 會不會有一個平衡的程式 可能快樂曲也有 慢樂曲也有 輸程的樂曲也有 輕快樂曲也有 激昂的樂曲也有 看看它能否平衡 看看你的表達能力會不會做到 那個比分就是這樣 雖然香港還未說會推出這個試驗 但我們早幾天都知道 香港的入境限制 都會延至到9月18日 所以我們都要密切留意一下 我們會留意一下 所有考試機構 一些最新消息 都會發布上來 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最新消息 可以訂閱我們 記得教訊鈴鈴鈴 有最新消息 就會告訴你 我們都會發布上Facebook 還有IG 記得密切留意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